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可能很多人觉得涂鸦是小朋友在墙壁上乱画 但其实你知道吗 涂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如果你的定义再广一点 十千时代洞穴中的壁画 其实也是一种涂鸦 国际涂鸦盛会Powall就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把整座城市当作画布 包括了台北西门町的街头老公寓 松山文创园区 还有台北国际艺术村 都是他们的创作 整个城市变得很有活力哦 台北西门町的老公寓墙上突然多出巨大的涂鸦 一双明亮的眼睛高挂屋顶 只是来来往往的路人 下面则是充满时尚感的红色曲线 这是Powall Taiwan 一场国际涂鸦盛会 邀请40位国际艺术家彩绘台北街头 这就是Powall is about 就是所有艺术家都在一起工作 所以我不是从这里 我正在工作和Reech 和一些地区的艺术家 你知道吗 但是画面是其实Jasper 我的朋友的妻子 这次创作作业我主要是要跟Kamea 就是夏威以来的 也是Powall的副创办人 跟他一起合作 我会用我的风格 跟他画的人像 做一个Nix的结合这样 我觉得最重要是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涂鸦是可以画这么漂亮 像艺术品一样 因为它本来就是艺术品 Pow是漫画中拳头的撞身词 而Wall则是被打到后的反应 形容涂鸦就像是拳头直接撞在脸上后的反应 成立于2010年串联全球知名艺术家 举行为期一周的创作派对 整座城市都是艺术家的画布 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外出 然后享受Powall 然后看到艺术品 它会被你顺着 然后你觉得 你之前知道壁的样子 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些人 把这些人提供一些 的关系到他们的地方 觉得这个很棒 因为你会看到 这次涂鸦艺术家来到台湾 除了西门町外 木炸动物园 松山文创园区 圆山市集 各个街头角落都是创作地点 台湾知名的涂鸦客Candy Bird 就跟来自美国的Brandon Maroon 在台北国际艺术中作画 高耸的墙面 需要借助升高机才能完成作品 我画一些东西 然后他画一些东西 然后他可以画上我的东西 然后我可以画上他的东西 然后这个人是漂浮在半空中 然后会跟这个建筑物做一些结合 How World Taiwan展现街头艺术的价值 也为台湾注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